我心尊主为大 亦都是今天我们在福音的时候 听到的第一句说话 尊主仲是我们每次晚祷的时候 都会唱的一首的众歌 一首的圣众 歌词是昔日玛利亚 当她怀了耶稣的人之后 去探访她的表姐 伊利沙白的时候 所唱出的一首众歌 千八年来 为尊主仲 配上优美乐章的作品 成千上万 我们听着尊主仲 感觉都很舒坏 不过如果有人告诉我们 尊主仲其实是一首 革命歌曲来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觉得 有一些不知其所以然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是庆祝 圣母玛利亚的诞神 我们一方面感谢上主 呼召玛利亚 作为圣子耶稣的母亲 孕育着耶稣的成长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 反思圣母 他那种充满 一生充满 悲欢离合的人生 在这个悲欢离合的人生 如何去成就上帝的救赎工作 特别在现在我们 全世界充满了政治 经济 军事的冲突的年头 我想他思想这个课题 更加显得意义重大 圣母玛利亚一生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面对当今世界的刀光剑影 我们真的需要多一些 好像圣母的心怀 来推行一个深圳的革命 以对冲现代世界那种 耗勇斗狠的刚愧自容 今天我们香港真是位于一个 全世界权力斗争的风眼位里面 我们好像一个球 被人踢来踢去 所以表面的稳定 掩盖不到我们人心里面 仍然充满不安恐惧的事实 移民潮 青年人的前途 儿女的教育 长者安老 经济的危机 人和人之间的互信 在下降 互相的差异 互相的怨恨等等 而世界的价值观 也都不断被扭曲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市场的经济 带来了贫富远处 基紧 赤贫等等问题 在伦理上面 我们都面临着空前的困惑 例如家庭解体 轻视生命 环境污染等等 而今天 政治化 泛政治化的风气 民粹主义的扩张 令到全球就好像一个计时炸弹一样 随时会导致我们人类自我毁灭 面对这些挑战 其实圣母的信仰 可不可以给我们多一些的启示呢 实际上过去二千年以来 教会就一直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都是面对着 活在一个不同的考验 和挑战的世代里面 而今天的经货 都是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绝不是孤单的应付这一场生死的搏斗 因为我们有基督和我们同行 也有圣母玛尼亚做我们的表扬 玛尼亚的一生给我们看到 一种凭着信心 来度过最艰难 最困苦的时刻 那种的能力 我们想想圣母 最初被误解她是失精 不是一个好女孩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就抱着耶稣 因为耶稣被人追杀 抱着她逃难 为她的儿子操心 在耶稣十二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她为了失散的儿子而忧虑 当耶稣最威 走着神迹万人空巷的时候 玛尼亚不在场 但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下 玛尼亚是寸步不离的陪伴着耶稣 玛尼亚实在 给我们分享了信心的能力 好让我们能够有勇气 去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考验和挑战 在今天第二次经货在加拉太书里面 保罗就用了时候满足这个词 来指明历史仍然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 以应验我们今天在旧约和诗篇里面 我们所读到一个女子 是多么得到她的丈夫 或者她周围的人的赞众 当日上帝就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透过玛尼亚这个女子 生下她的独生儿子在世间 救赎人类 以至我们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 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女儿 称上帝为阿爸父 就是当日上帝亲自开启了这场的革命 让人不再活在律法之下 在一个硬框框的框里面 而在恩典里面 得以被称为上帝的子女 而上帝这个革命性计划 玛尼亚就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她愿意被上帝揀选 她有着服从 真诚 和才智这三种特质 坚毅地 和上帝走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 前苏联时代 有一句 几反映人世间矛盾的说话 她说服从 其实原文就是讲党性 服从 真诚 和才智这三种品格 一个人 最多只能拥有两种 无可能三者兼备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有内心的真诚 又心安理得的服从 其他人这种yes man 很多时候她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她的才智往外有限 如果有个人才智 又肯绝对服从的呢 那些多数都是 好识老的醒目仔女 我们又往往会怀疑 他们的真诚度有多少 而那些有才智 有真诚的 去活出自我的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又不会愿意 你帮人说什么就什么 来听命服从 真的 服从 真诚 财智 人世间就是这样的了 总是充满缺陷 不足 和不完美 服从 真诚 财智 这三种品格 真的没什么可能 也都很难 集于一身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服从人 或者服从的群体 本身这些人和群体 就是充满缺陷 而我们知道 我们的才智 也都不足 而我们只能够 活出人性 很完美的真诚 但是在上帝国度里面 就可以三者兼备 当人愿意服从上帝的时候 不是服从人 不是服从一个个人 或者服从一个团体的时候 我们就有从上帝而来的才智 和真诚 去履行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玛利亚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对上帝的服从 就是从一个拉丁文 Viet 就是我甘心愿意 Viet 这个字开始 因为他们上帝的服从 当日 当加伯烈向他报信的时候 他当时疑断未解 但是仍然勇敢地 说出话 我心尊主为大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当西面预言耶稣的 坎坷命运的时候 由当耶稣十二岁在圣殿失散了之后 说了一大堆对他妈妈好像貌似不敬的说话之后 玛利亚是有着智慧将西面和耶稣所说的说话 默存心中 所以当耶稣长大 在加拿分言里面 玛利亚是有这种才智 知道耶稣可以帮助这个家人 就是叫他们的仆人 按着耶稣的说话 将水变为酒 圣母这一首的专注重 促使他一生都真诚地参与了耶稣的苦难和死亡 他以母亲的心肠养育耶稣 直到他在十字架下 亲身亲眼送别自己的亲生儿子 书从圣母的服从 真诚和才智 而使我们可以称上帝为阿巴父 这就是玛利亚得胜的地方 他没有权威 没有财富 没有声望 他唯有是靠对主的服从 真诚和才智而得胜 上个世纪 有位苏格兰的圣经学家巴克来 他说过 玛利亚的专注重 是世界上最富革命色彩的一首众歌 因为圣母就是以这首众歌的精神 去克胜世界的罪恶 所带来的挑战和考验 他说这首众歌其实就是 预表耶稣三种革命 这个革命就是根本上 是颠覆了世界所高举的价值 以及秩序 这三种革命是什么革命呢 第一种革命就是道德的革命 当日犹太人等待的尼塞亚 是一种以武力来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 为他们建立一个超级大国的君王 但原来耶稣这个全能之君 又不是用这种形态来到这个世界 也不是按照我们人所期待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救恩 这个皇帝你看看耶稣 他不是生在皇宫里面 是生在一个骚髒骗的马槽里面 这个君王没有将石头变成面包来自吸自足 只是依靠很多妇女 他们接祭来过日子 这个君王对人的爱 绝少绝少得到回报 反而时时都被人拒绝 被人厌弃 被自己的门徒出卖 这个君王面对苦难 其实不是不痛不养的 他在焦虑痛苦里面的时候 祈祷祈祷 汗如血地滴下来 这个君王不是不能够从十字架上挣扎 挣开这些铁链 威武地下来 但是他说要成就对门徒所承诺 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写 而甘愿被钉死 破碎自己来成就这份的爱 是的 基督也都要在世人的心里面 种植这种的谦卑 将骄傲 自以仇恨 注之死地 因为上帝顾念 他侍女的卑微 这个是最根本的一种道德革命 第二种革命 是人心的革命 基督放低权力 他不单止降生 和我们一起成为人 更加是降到最卑 最卑 最卑贤 最贫穷的地步 而更加是从内心 我们的深处 去感受和了解耶稣 这样降生成人的行动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 往往都是拒绝悲下 拒绝贫穷 我们不介意去帮助一些 悲下或者贫穷的人 但是要我们跟他一样去到悲下和贫穷 降到最贫困的境界里面 去跟他们同行 我们就真的不甘心 而这个却是耶稣选择了 让人认识上帝的方法 这是人心性的改变 主联敏 敬畏他的人 至于世世代代 人心不彻底 来作为一个敬畏主的人 一切的社会改革 都难以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公义 第三种革命 是价值观的革命 玛丽亚所相信这位以色列的上帝 是一位照顾他子民物质需要的上帝 也是因为因为他的子民 在埃及被受压迫而动容的上帝 更加是一位在抗疫里面 用玛娜育养了以色列人的上帝 而现在这个上帝仍然一直照顾他们 这位上帝现在是要派遣救世主 在他福中成人 降生成人 这位救主将要延续上帝的诗语 使饥饿者得饱美食 使付足者空手回去 这种分享的价值观 这种的革命 是最有效的经济革命 玛丽亚的服从 使他根据真诚和智慧 去让上帝成就救恩 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或者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很多时候都有很多决定性的时刻 我们想想一下 因为摩西愿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所以今天我们有出埃及的 玛丽亚答应做耶稣基督的母亲 于是就出现了降生 以色列人一定要有一个摩西 不是这个摩西 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物 我们也都必须有一位的圣母 不是这位玛丽亚 可能是另一位的女子 但玛丽亚就是这位答应 做了耶稣母亲的女子 她的回应 为我们人类做出了一个 在历史上不可划决的决定 今天我们庆祝 圣母玛丽亚的诞神 是以学校她的方表 来作为送给她的礼物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好像她一样 信服上帝 相信上帝的奇迹 也都相信 在人不可能的事里面 在上帝是凡事都能 学习她一样的真诚 能够开堂 心怀让圣灵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植入身的生命 好像她一样成为器皿 而能让上帝的圣言 透过我们的生活 降生在人群当中 好像她一样成为 一个有才智的仆人 让基督的光 透过我们的生命 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甚至好像她一样的崇高 能够让基督的福音 经由我们的言行 来实现在人群当中 各位弟姊妹 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 不要只是知道 要荣耀冠冕 要平安喜乐 要得福气 要得口音 要得这样 要得那样 同时也都要 祈求上帝 让我们得到 好像圣母马尼亚 一样那份的信心 愿意为基督 和她同肩艰苦 分担相同 甚至共坚十字架 其实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她很奇妙和伟大的作为 在痛苦考验的时候 不要用我们自己人的目光 甚至无用我们人性的反叛 去使祂的计划 变得模糊不清 相反的 我们要学习和上主合作 努力克服我们的心高气傲 牵承的 容许 或者 接受 祂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安排 使祂 施用祂的傍备 在我们身上施展大能 在那个时候 或者说只有在那个时候 经过十字架的洗礼和辩策 我们才懂得真心的从心里 向祂说出这一句话 我心尊主为大 玛丽亚虽然没有赞写过 志士信徒的书信 也都没有写过福音书 出版过什么的见证集 但祂的生命 连同祂所唱的尊主众 却留给信徒 千万篇书卷都表达不到的教训 也都启示出 无数神学作品都未能够程达的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比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同 但祂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对我们的呼召的回应 都能够好像玛丽亚一样 带着真诚 才智 服从 将整个生命 我们的身心灵 都献上当作活祭 给祂用 和祂合作 成就 祂比我们人类更大 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 让我们日后 我们每一次再唱尊主众的时候 都能够更好的 体会当日玛丽亚的情 也都让这首的诗歌 成为我们向上主的回应 在今天炮火轰鸣 多灾多难的世界 带来一个道德改革 人心改革 和价值观的改革 并在我们的生命深处 和应着圣母的专主众 我心尊主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